雇佣兵大战正规军 飞机火炮骑上阵 场面激烈无比 雇佣兵竟然还能全身而退 关注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动作电影 正义雇佣兵 影片开始 一座小岛上 以希格为首的雇佣兵组织 正在和一股军队激战着 面对敌方的强大火力 希格他们这种雇佣兵 根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很快就被打得归缩在角落里 希格的对象小美 伪装成记者穿越火线找到希格 他跟希格透露 现在跟希格交战的是法国的正规军 面对双方如此巨大的差距 无奈之下 希格只能向雇主们求援 不想雇主却没有给希格任何回应 原来美国CIA的特工 联系雇佣兵组织的老板 打算雇佣一些人去一个岛上 去推翻一个当地的军阀 实际目的却是为了控制当地的资源 为了万无一失 老板找到了几个经验丰富的雇佣兵 其中一个叫琼斯的雇佣兵 又拉来了好友希格 因为希格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 和强大的个人能力 在希格的带领下 他们成功推翻当地的军阀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当地军阀为法国服务 小岛上还驻守着法国大使 所以法国派出了精锐部队参加战斗 将希格他们这群雇佣兵逼到了绝路 事情发展到现在 已经超出了特工和老板的预料 他们决定抛弃希格他们 撇清所有关系 任由希格他们自生自灭 看到老板他们没有任何回应 希格意识到 他们被老板和特工给坑了 只要能够逃出去 他一定要报复这两人 战斗还在继续 法国的正规军火力强大 炮弹不断落在希格他们身边 他们的队员在飞快渐少 为了能够尽快撤退 雇佣兵们甚至还绑架了 法国大使作为人质 不想法国士兵根本不听长官命令 擅自开枪 不给雇佣兵们离开的机会 法国大使被炸死后 军队的进攻更猛烈了 坦克不断朝他们开火 在激烈的交火中 军丝不幸牺牲 希格扛着他的尸体就跑 一点都不管旁边的小美 小美简直目瞪口呆 之后队友找了一架直升机赶来接影 由于时间紧急 希格还是没能带走好兄弟的尸体 最终在一片炮火中 希格他们坐上直升机逃走了 而小美通过记者的身份 也逃过这一切 安全之后 希格来到琼斯的家 琼斯的老婆看到希格一个人出现 就已经猜到了结果 她抱着希格痛哭 看着眼前的弟妹 希格也很难过 她给了弟妹一些钱 表示以后由她来照顾他们 让弟妹不要担心 并发誓为琼斯报仇 准备离开时 希格发现有人在监视她 她偷偷翻墙出来 直接找到那些人 干掉了他们 然后希格用他们的电话 联系上了特工 想起被特工背叛的事 希格让特工好好等着 她的报复很快就会来临 不想希格在开车回去的路上 又被老板那边的人给拦住 人生真奇妙 想什么来什么 眼前老板主动送上门 希格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直接就到了老板那里 原来老板接了个新的任务 为了任务顺利完成 老板又想到了希格 在老板的飞机上 希格竟然见到了小美 但小美对于希格 重色亲友的行为很不满 直接就走了 之后老板为希格介绍了任务 希格一看 老板又有任务坑她 没有犹豫就拒绝了 可老板势在必得 就在希格要走的时候 飞机的电视上 突然出现了穷死老婆和孩子的影响 原来为了让希格答应 老板绑架了他们母子俩 弟妹不太想死 也不想孩子死 但不管希格会不会死 直接就让希格帮助老板 看着屏幕里的弟妹 希格只能答应了 但是他要求电脑高手老黑 必须加入 老板同意了 只是老板不知道的是 一个计划正在希格小美 和老黑他们之间 秘密进行着 随后老板他们乘坐飞机 赶往目的地 而特工这边 他对于希格的威胁很是在意 于是他找到了希格的对象小美 让小美为他做事 小美表面是不愿意的 不想特工 犹如霸道总台一般非常强势 小美只能同意 而他找到小美的原因 就是为了吸引希格现身 然后杀死他 毕竟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既然以希格的仇恨不能化解 那就只能斩草出根了 此时在希格这边 他们到达了集合点 找到了这次行动准备的枪支弹药 这次的任务目标是捷狱 救出一位军火商的儿子 不想一向身先士族的希格 竟然当起了军师 他认为 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很简单 只要老黑关闭警报 然后其他人冲进监狱 一阵突突突 直接就可以救出目标 这个计划可以说是 完全没有把预警当人看 然而老板几人一听 都觉得计划可行 于是老板开始准备送死 不 结狱 而小美这边 果然不出特工所料 希格还是忘不了他 他找到小美表示想抢银行 希望小美帮帮他 然后小美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特工 特工一听就来劲了 丝毫不怀疑小美骗他 用嫖柔就是这么自信 特工没想到 希格这个浓眉大眼的 他竟然也开始贪财了 他当然不答应 直接带着小美 来到了这个国家 最厉害的银行 然后亮出自己CIA的身份 告诉银行的安全部门 有人要来抢银行 银行的人都傻了 就算银行要被抢 跟你CIA有什么关系 但是美国的面子得给 高管索性 让特工他们参观一下 他们的银行多么的安全 这个高管极度自信 一路上哪有安保 哪有监控 甚至银行的系统 怎么样才能打开 都给说的明明白白 然而他说的一切 都被小美给拍了下来 没错 小美正是卧底 之前他没得选 现在他想当一个好人 诚挚这个曾经 让他们送死的特工 而在老板这里 事情也逐渐变得离谱起来 明明是要去郊区捷育 老黑却把监控点 放在了市中心的银行对面 面对老板的询问 老黑用了一个 特别糊弄的理由 将老板糊弄了过去 一点都不怀疑 手下的动机 老板看到小美最近 一直跟特工玩 很不爽 打算让人去解决小美 西格这时就站出来了 表示他可以大义灭亲 结果老板还就真心了 甚至觉得西格真上岛 然后西格就约了小美 去一家很有格调的餐厅吃饭 他还送了小美一束花 这哪是大义灭亲 这分明是借花献佛 看着如此漂亮的小美 伤害是不可能的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 于是西格给老板打电话 摊牌了 说他不想玩了 老板听到这话 人都傻了 随后说他忘记了 我拿着你弟妹的事了吗 西格一听 突然想起来 弟妹和侄子还在他那里 也不知道死没死 赶紧跟侄子通了个电话 确认安全后西格怂了 他决定还是暂时不坦白了 之后他去了厕所 身后悄悄跟了一个人 那人正是特工派来 要解决西格的人 但是他一定也用了特工的嫖柔 明明有枪就是不开 就是玩 结果一个不注意 西格把他的枪打掉了 然后对着他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把他当沙包一样 在厕所里扔来挨扔去 好心地帮餐厅完成了 洗手间的拆除工作 之后西格回到餐厅 真实地邀请小美跳舞 而酒店似乎根本不关心厕所的情况 毕竟拆都拆了 还能怎么着 音乐中 二人翩翩起舞好不快活 第二天 得知西格他们离开了集结点 特工断定 他们一定是要去抢劫银行 于是马上召集了当地所有警察 去银行门口严阵一带 而在西格这边 只有老板的几个心腹前去劫狱 西格都不在场 敢向老板费了这么多事 又是绑架又是威胁的 结果就是为了让西格当个狗头军师 这边老黑说搞定了警报 老板的几个心腹直接就冲进去了 真就一点没拿预警当人看 然后在监狱里一阵摸索 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任务目标 这几个人终于意识到被骗了 只是此时他们已经被预警包围了 一阵激烈的枪战过后 只剩下两个雇佣兵 他们抢到力量装甲突击车 开始在路上横冲直撞 可惜最后还是被一发榴弹炮送走了 劫狱任务失败 而特工这边小美跟特工谈牌了 告诉特工 西格他们的目标其实是劫狱 特工一听那还得了 赶紧叫人赶去监狱 但其实谁都没想到 这是一个忌中忌 原来西格小美老黑几人 早就秘密达成协议 他们要一起完成 对老板和特工的复仇 于是在特工带人去监狱的时候 西格他们来到了银行外面 莫假身份 成功进入银行重地 银行的工作人员 一点都不怀疑他们的身份 静静看着西格表演 而老板这边 得知心腹们全死了 任务也失败了 这才意识到西格的背叛 于是气急败坏的老板 要杀死西格弟妹泄愤 不想关键时刻 西格打来了电话 告诉老板他们在抢银行 可以用钱买弟妹的命 老板瞬间开心了起来 直接开价一亿美元 毕竟能挣钱就好 怎么挣的 无所谓 西格也是毫不犹豫 直接就同意了这个加码 他们都觉得已经拿捏住了对方 之后西格通过老黑 得到了银行存款人物的信息 以及所有账户的密码 现在整座银行的钱 西格都能随意操作 此时 刚到监狱的警察们 发现急遇的都死完了 意识到又被骗了 连忙折返回银行 队友看到警察回来了 连忙告诉西格 但西格一点都不慌 他慢悠悠地 给特工转了5000万 还特地地打印了一张通知单 随后几十名警察 冲进了银行 但西格是谁 最厉害的特种兵 只见他赤手空拳 直接打倒几人 随后用枪杀死几个人 特工拦住了他们 正所谓不是冤家不拒头 面对如此好的机会 杀人如麻的西格 却只是将特工打晕了 别问他为什么不杀特工 因为他们是正义的雇佣兵 随后西格在特工手边 扔下了那张转账通知单 然后在队友的接应下 西格他们大大方方地离开银行 一路简直不要太顺利 过了一会儿 在银行晕倒的一个个都醒了 银行高管看到特工手里的转账单 一点都不觉得特工是被陷害的 直接抓了特工 看来这位高管也是飘柔的爱好者 此时西格他们找到了 西格弟妹被关押的地方 但来晚一步 弟妹已经被转移走了 西格四人兵分三路 与留守人员 展开激烈的枪斩 一阵荼毒吐过后 西格的一位队友负伤 而西格成功包抄后面 他连杀两人并逼迫一人 输出了老板新的藏身之地 之后西格他们找到了老板的地址 悄悄地干掉了老板所有的守卫 花哨着打斗过后 西格潜进屋子 杀死了看守弟妹的警妹 成功救出弟妹 当老板发现事情不对劲时 他的手下已经全死了 然后西格堵住老板的去落 此时老板拔出手枪 对抗西格 西格手无寸铁 可老板旧而不开枪 他只想开车逃走 西格没有任何阻拦的意思 等老板上车之后 西格慢悠悠地掏出引爆器 原来西格早就猜到老板回头 预判了老板的预判 在那辆车上安装了炸弹 张大老板开心地跑路时 车就炸了 至此西格完成了 对特工和老板的复仇 他把特工送进了监狱 把老板杀死 然后他自己毫发无伤 还抢了一个银行 最后西格将兄弟的尸体找回 按照军人的仪式下葬 这就是西格 一个正义雇佣兵传奇的一生 影片到此结束 就这部影片而言 前面20分钟 是整部影片最精彩的部分 后期剧情 不管是打斗或者剧情 都存在不少的缺点 但作为一部动作片 他的爽脸十足 一路摧枯拉朽 解决战斗 看的人畅快淋漓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